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事情真的是异常万分的紧急 你们总觉得没事没事 你看九派新闻报道了 河南下一警方悬赏两万抓捕协议人 是亲哥哥杀了亲弟弟啊 我的个天哪 悬赏金额是两万 吉凶曹芳纪五十一岁 下一线胡桥乡引庄村张庄三十一号 逃跑时穿深色棉袄 骑白色电动三轮车 兄弟俩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因为这个种树材基地引起了纠纷 嫌疑犯和被害人的母亲 春节刚刚去世 两个人刚死了娘 而被害人呢 又刚刚添了一个孙子 目前七人们都非常的痛苦 被害人的儿子也不哭也不笑 像个没个灵魂的人一样 你说这还不到起来 还不到那个时候吗 还不到那个时候吗 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了 兄弟们 我们这个社会有问题了 现在啊 就是人心不古 事封日下 高岸为古 是秋岸为零啊 你看 现在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已经肃静了 都被震撼了 真的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了 现在兄弟们 亲哥哥杀死亲弟弟 两人刚没了娘 而亲弟弟呢 刚得了个孙子 就把亲弟弟给杀了 地狱啊 朋友们这是地狱啊